Y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笑英文 這算是一個試播集 這題主要是來跟大家講說關於一些音樂的事情 常常在課後的時候我會被問到說 老師你怎麼可以把音樂聽這麼熟啊 為什麼可以這麼會對音樂之類的問題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是你要先聽得懂音樂 大部分我們跳Locking的很多的Funk歌曲 其實都是用英文來唱的 那其實在理解度上面就會有這麼一點點難度 不過我們今天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帶大家去認識音樂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音樂是這一首歌 好 我們今天要帶來的歌曲是Slide and Family Stone的DenQ這首歌 DenQ這首歌是1969年的時候由Slide and Family Stone所發行的歌曲 那時陣縫的是美國樂戰的時期 有相當多的黑人是在那個時候被抓上去戰場的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的範圍樂團或者是說音樂人都製作有關於反戰相關類型的歌曲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首歌的歌詞是在唱些什麼吧 好 那我們從第一句來開始看 OK looking at the devil gring at his gun 那前面這個looking at the devil 就是看著那惡魔 devil是惡魔的意思 那他們會說那是惡魔的原因 是因為在樂戰時期他們都打的是叢林戰 那如果你有看相關的一些類似像樂戰時期的 那種戰爭電影 比如說什麼滴一滴血啊 藍波的那種的話 這是樂戰的士兵 他們會躲在叢林裡面 是對美軍來說他們就像惡魔一樣 所以他們會說那個是devil 就是惡魔的感覺 gring at his gun 這句像是拿著槍 然後這樣哼哼哼哼 gring at 是裂著嘴下 哼哼哼哼 就是這個感覺 好 接著來看我們的第二句 fingers start to shaking I began to run fingers 就是手指的意思 start to shaking 那種害怕的感覺 I began to run 我趕快趕緊跑走 下一句 bully start to chasing 子彈開始搜尋 所以代表說槍戰已經開始了 bully start to chasing I began to start 所以你看有人會有 比如說槍擊的時候馬上會有人趕快拍在地上 不要被子彈打到 或者是找個掩蔽物之類的 畢竟你在移動的時候 比較容易被人家打到 ok we began to wrestle I was on the top 那你現在看到的 we began to wrestle 如果大家有 常看 WWE 也是摔角之類的 那你們會知道有一個 paperview 叫做 Restomania 摔角狂熱 那wrestle這個詞就是摔角的意思 那如果我們放在這個地方講的話 會說 we began to wrestle 我們開始摔角 這樣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們會把它翻譯成 we began to wrestle 我們展開了打鬥 I was on the top 我佔了上風 我就是贏了這場的比賽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副歌的部分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be myself again 下一句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be myself again 算是重複的 那他這邊的意思是 我想謝謝你讓我再次做自己 謝謝你讓我再次做自己 都算蠻簡單理解的 那為什麼會說謝謝你讓我再次做自己呢 那可能會代表的意思是 就是戰爭結束了 我可以回歸到我原本自己的身份 因為畢竟打仗這種事 應該不是每個人都是希望的 那他們被迫上戰場 那如果這場戰役結束了之後 他才能夠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變相的 他也算是在可求這一層戰爭是可以結束的 可以讓我再次的回到變成了自己的身份 這個樣子 OK 我們再往下看齁 Stiffle in the collar Fluffy in the face 衣領都僵了 臉上都鬆鬆垮垮的 那在什麼時候的狀態下 衣領都是僵的 你的汗流到你的衣領上 所以他都已經 也沒有洗 所以他會很僵硬的感覺 臉上都鬆鬆垮垮的 如果你可以像 符友的人家 黑膚面膜擦很多的保養品的話 你的臉就不會是鬆鬆垮垮的 都會是很緊實的 這代表說他們經歷一個蠻長的一段的戰爭時期 那 生活條件沒有到很好這個樣子 Chit chat Trying Stopping in this place In the place 那嘗試著聊天 Chit chat 就是聊天的意思 然後 Stopping 就是苦悶在這裡的意思 Stopping in the place 苦悶在這裡 所以代表說他們其實在很郁悶的環境 一直也試著就是聊聊天 解解悶 只有一陣感覺 OK 好 那我們看到下一句 Thank you for the party But I could never stay 謝謝你給的聚會 但我不能留在這裡 那他說的這個聚會 不是就是disco party的那種party 而算是 政府跟政府之間打架 然後打仗 那我必須得要在這裡 這個party的意思其實有點算是戰爭啦 就叫隱晦性的解釋方式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下一句 Many things Many things on my mind Words in the way 那有許多話在我的腦子裡 在這條路上 是有點像是 我話會把它認作是 我有非常想要 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這條路上 比如說可能在打完仗之後 他要去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在他的腦海裡面 那就是期待這場戰爭可以趕緊結束 OK 那我們一樣 再其他也是他的副歌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let me be myself again Thank you for let me be myself again 其實就是重複了我們前面這段歌詞 我想謝謝你讓我再次做自己 謝謝你讓我再次做自己 所以這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翻譯 那其實你們從一些字面上的意思就會發現說 Funk歌曲其實都不會用太難的字來唱給大家 不會唱什麼火山細肺症什麼之類的 太難的歌詞 太難的單字 那如果說大家可以試著去找一些你們喜歡的Funk樂 那可以去找他的歌詞 試著用翻譯的方式去看歌詞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我相信你們在跳法上跟理解上一定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一定都會對大家有很大的改變 OK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油 我們來看看如果是我的話 理解這首歌曲大概會怎麼跳嗎 Funk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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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